正当房间里面显得这么安静又曖昧的时候,突然一声,一下刀剑撞击的声音,即时将这个房间里面的灵静完全打破。 什么人在说喧哗? 玉家千千的细手眉眉一阵,转转身他就大声喊,这一喊,即时那个清纯的少女月娅仪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出现在林晚明面前的,又是那个戚戚风云的金刀大黑汗。 大黑汗,玉家,你为什么不见得逃索了?于是的习总,你和他爛出来,逃索了,要和你决一死战。 玉家听到不如眼神一冷,这个时候,在门口传来那个带头的工女,惊慌失措的声音, 看品大黑汗,游王在宫外,猿娃吵吵,说一定要来见你,现在和守卫已经发生了冲突了。 玉家听到不如得哼的声音,宁转身,拉住林晚明的手,很温柔地说, 阿伯,你和我一起出去,你不用怕,有我在这里,谁都不能伤害你。 虽然,这句说话,林晚明依然都未明白什么意思, 但是,刚才一听到刀剑撞击声,又听到逃索了那把,在那大吵大叫的声音, 不用问,大约都估到玉家的意思了。 看来,这个突奴有王,都真是不可以保持着一个失败者的风度, 输了,还不愤气哦,尤其听那些人说,玉家居然将他这个瓦巴勇士接入了寻宫, 即使是躁意大发,要上门来找晦气。 想上来捉奸,傻的你都,你是玉家的谁,老子是玉家的谁, 那老子的确又不是他谁,不过,我究竟跟他怎样,洗腻腻? 看下玉家刚才的神色表情,又见他拖索自己的手, 和自己一起走出去,分明就是想他逃索了死心, 同时也安慰自己,这个突奴有王,虽然还有很大势力, 但是有他玉家在那里,你绝对不用害怕。 傻了,老子会怕他?他手手脚脚齐晒的时候, 老子都可以把他打得变成残废兼太监? 现在,这个这样断了一只脚的幼王,我还怕他吗? 林晚宁喝喝嘴笑一笑,但是表面上就拍得很担心的, 碰一碰头。 玉家转转头,流暖地望了望,他这间平静的小屋, 跟着,手仔在陀灵之上,轻轻一拉, 哒噔,哒噔,两声响, 立刻就有人在外边打开大门, 他跟着,一越门而出。 见到玉家出回来,逃索了都不知多么欢喜, 玉家, 大黑汗,你出来了,你终于肯来见我了。 玉家神情冰冷,上眼受尖一立,就望着他手上拿着那把弯刀。 玉家,你现在动手了,究竟你是不是想造反了? 当一声,逃索了,就立刻丢了手里面的弯刀。 他这个时候,都不顾得自己脚上的伤痛, 一挽低伸, 跪低地下, 踹低头, 逃索了不敢, 只不过, 我心急来见大黑汗, 才会一时冲动的, 请大黑汗原谅。 一时冲动? 我们突如汉国, 是这么没规矩的吗? 我腹汉在这里的时候, 你会一时冲动? 你擅闯禁地, 在后宫咆哮。 这件事, 你不单止要给本汉一个交代, 更加要给突如的百姓一个交代。 哎呀, 这句话就讲得认真严重了。 欲家继承这个大黑汗之位, 不过才半年多的时间, 正是要找个机会树立威信。 逃索了一听, 当同面都白了, 他即时一反手, 在地下执起弯刀, 然后, 啪就先, 弯到一挥, 哇! 左手的手指弓, 即时旋转着, 飞着出来, 啪地带在地下, 鲜血四千, 你, 你这样做什么呀? 欲家见到都很关心地走一步, 佑王, 你是我们突如的动良之才, 你, 你这样自残身体, 怎么得的, 来人, 快点和佑王包扎止血。 逃索了一挥开了, 冲上来, 要看他包扎的首位, 任凭首长之上, 鲜血碰流, 他幻底神, 扑在地下, 逃索了一挥开了, 对大黑汗的忠心, 天地可监, 这一下大家都明白, 逃索了怎么翻满都好, 他对欲家的心思, 真是真情实意, 只不过, 可惜啊, 他并没有征服欲家的本事, 林晚宁在旁边看到, 不由得替他叹一口气, 佑王, 快点请你起身, 见到这样的情形, 欲家就只能在亲自走向前, 扶起逃索了, 这个时候, 也有两个守卫过来, 扶住了他, 你求见本汉, 所谓何事啊? 右王看一看, 见他身后, 还站着那个御士的族人, 不如都咬咬咬咬啊, 逃索了只有一句请求, 请大汗恩准, 见到逃索了, 睁大眼望着自己身后, 好像想吃人一样, 不须知, 都知道他肯定没什么好事的了, 欲家马上将我哑巴用事, 向自己身边拉着拉, 有意用自己的身体遮住了他, 不用怕, 你站在我身后, 有我在这里, 他不敢将你碰的, 虽然不知道他究竟说什么, 但是, 看他这样的动作, 怎么都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 他, 他就算不认得我, 但他依然对我, 哎, 偏偏, 偏偏一旦间, 我就要对他, 哎, 林晚宁这个时候, 都不敢有一些蚱蜜的, 摘低了他头, 他心不如得一酸, 雙眼, 即时就冲上了一些眼泪, 看见他, 眼里面忽然间蒙上一层水墓, 看见他有些蚱蜜, 但是又有些深酸的眼神, 欲家忽然间, 整个人呆了, 这个神情, 这个神情, 这个神情自己为什么, 好像很熟悉, 很亲近那样的, 但为什么偏偏自己, 一点都记不起呢, 我见过你, 我一定, 我一定见过你的, 不知不觉之间, 他现在声喉哽热, 在自言自语, 似乎很努力地, 在想什么, 当着屠索了面前, 欲家对这个御氏族人, 都一样是这么关切, 这么爱护, 哎呀, 屠索了的心, 击得几乎有发癫的几乎, 他举起, 还流着血的手, 指着雅巴大声的话, 艾品大黑汗, 屠索了, 要在今天的燕汇之上, 要当着所有恶性的暴落面前, 和这个御氏族人, 再举行一场生死决斗, 雅巴, 你敢答应我, 生死决斗, 屠索了, 你现在还有资格, 说这句说话吗, 在雕阳大会之上, 当着这么多突炉人面前, 屠索了被这个御氏的雅巴, 一达落马下, 这个是所有人都亲眼见到的, 如果说生死决斗, 那时候幼皇一早就应该死了, 那时候又要等他, 现在又再提出要决斗的要求, 不理他, 不理他, 雅巴, 我们走, 大黑汗一拎头 戴着哑巴就向前直行 玉家 玉家 屠索左急了 夹着他的单脚跳下跳下 拦着在玉家的面前 大黑汗 请你再给个机会我了 屠索左可以为你去死 屠索左的面子激动了 已经变得通红了 凸起的眼珠充满了血丝 个样子看上去都不知道 真灵恐怖 屠索左 你对我的心 我很感激 但是 机会我已经给过你 如果我因为你是幼王 以后殉尸 这样以后所有失败的人 都可以向我提出要求 要有第二次的机会 这个 简直就是对我们特努 对勇士的侮辱 这番说话 玉家就虽然说得很小声 但是每句话都好像一把刀一样 夹着在他屠索左的心上 他用他的队 充满了鲜血的伤眼 挖住林满榮 阿爸 我不会放过你 我不会放过你 一会儿的演会上 你和我等着你 你和我等着你 哎呀你这个死太监 见闭脚佬 阿俊 他就演员的对我这么大声 林满榮狠狠地对他吐了口水 愤愤不平地哼一声 阿爸 你会不会为了喜欢的女人 而哭吗 玉家忽然间 拉着他的手 小小声地问 不明白 又说了些不明白的事 林满榮 很干脆地拎拎拎拎头 玉家默然 他拖着阿爸 来举办宴会的大厅 你时离开玉家的后宫 不到半里的路程 一走都迈来 已经听到里面 圈哗吵吵的声音 还有酒香肉味 随风飘沙过来了 海面上面 堆满了大块大块的煮牛肉 在旁边的铁架上面 挂满了油光闪亮的敲泉羊 每只敲羊身上 都插了两把突炉弯刀 被人是任意割羊肉下来吃 看下大殿之上的突炉人 一个个满面放光 手上面更加油光闪亮 当然了 这些突炉人都习惯了 用手握起肉大袋大袋砌 有哪个手可以干净一点呢 大殿上只有几个人斯文一点 还是喜欢拿把刀 把肉切成一小一小块 然后再用把刀子挡起来 送到自己的嘴里慢慢咬 仔细打量一下 不怪得了 原来这几个斯文课式 全部都是老虎他们那几个人 这个时候 参加宴会的 有很多都是今天打赢了 刁羊大会里面的勇士 蒙着面的人已经不多了 但是老虎他们呢 面上的面罩还没脱开 因为他们不同啊 他们是今天 最后赢到全盛的 那个勇士部族 除了金刀黑汗之外 没有人有资格 替他们揭开面纱的 这个时候 在大殿里面的突炉人 已经明显分成两派 一边呢 靠近汉庭宝座的突炉王公 有成二三十人 越是接近王座 身份越是尊贵 而闭脚的屠索座 就是坐在众人之手 上眼里面射出仇恨的光芒 狠狠地盯着那些御士族人 另一边 就是参加刁羊大会 已经打赢三场以上的勇士 有成百几人 他们坐在大殿正中 很多人已经除了面罩 呼朋唤友 都不知道多么热闹 进来 大黑汗拖着小黑汗的手 两姐弟慢慢坐上了那个 象征着最高权势的突炉王座 两个人一落座 整座大殿就马上静了下来 启品大黑汗 还有最后一个部族 等着你尊贵的双手 亲自揭开他们的面罩 突炉祭司的声音 一传过来 哇 那场面显得不知多么宽腾 于是 这十几人 无声无息地站起来 靠近 那个挂羊的铁架 手里面 个个都握住那把 充满了油脊的弯刀 旁边的突炉人 看到他们这样的举动 还以为呢 他们有一些列队 接受大黑汗的祝福 哇 那些欢呼声就更加热烈了 玉家慢慢站起 他用力拿着手里面的金刀 正要开声 谁知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 突炉有王 奋力地站起大声的话 不知 然后他轮转头 单手破空前 面对玉家说 启品大黑汗 以草原之神的名义 屠索了 要跟于是的雅巴勇士决斗 不死 不忧 你 玉家 看到他这么杀赖翻文 生气得面都白色 握住这么多的手 不停地去战斗 哼一声 整座大殿立刻热闹起来 虽然 大家都知道 屠索了 这样 输了 还要杀赖 一跌落地 现在不单只想拿回杀 还想拼了个翻身机会 这个要求 实在太过分 但是 有很多人 今天 隔得很远 看那场雕阳大会 只是听到 雅巴勇士 很厉害 但是就不知道 他是怎样将这个 明镇草原的突炉又王 打到现在这么伤的 你说今晚 如果可以亲自看见 雅巴勇士 一展身手 这个 真是几乎 所有人的心愿 刚才 胡不归他们 一见到林满荣 跟着玉家翻出来 人人已经很振奋 现在 林满荣早就归队 翻入住市部落的人群之中 胡不归只会 细细细问 绝问 怎么算好 有什么怎么算 准备 玉手 林满荣目无表情 讲完这句话之后 一举手里面 那把未开封的盾刀 大大步地向前走过去 咦 不是吧 这个雅巴勇士 难道真的 要在这个延迹之上 和屠索左玉手 所有人一下子都呆住世 个个都很惊奇地看着他 屠索左 见到玉家的时候 虽然躁意大发 他又发浪 说要和这个雅巴勇士决战 但是实际上 他都自己知自己事 自己被人 斩断了一只脚 而且 太阳雨还嗡嗡声响 左眼就伤了 只剩下右眼 勉强看得清楚 哎呀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和人决斗 你说结果是怎样呢 想得想得到了 不过 一想到 自己心外的玉家 自己等了几十年的妙人 现在居然牵手 个雅巴勇士 要进去他的行工 你说两个人想做什么 哎呀 傻子都想得出来 所以那时候 他哪里理得这么多 发了癫 发了狼感 都不知道多想 在那个时候 要和个雅巴勇士决斗 但是 现在一见到 这个雅巴勇士 杀气腾腾 毫无威懼 拿着把刀 向自己 一路直逼 他忽然害怕 哎呀 这个人 打上来 又狼胎又下流 如果自己 再和他打一次 说不定 金魂 真的会 没命的 游王 见他越逼越近 即使单脚 跳开几步 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觉得 嘣 一拳 哎呀 打中自己的头壳 你一连转的动作 简直在电光火石之间 众人都搞不清楚 是什么回事 屠索了的身体 已经拼 啪 惯在地下 踩他身边的赵康宁 猜都猜不到 这个地位低下的 这样的御士族人 居然这么狼胎 这么暴力 而且 这种暴力的手段 哎呀 好熟悉 好熟悉 一下子 他吓得 手指向前点住 说话都几乎说不清 你 你是 雅巴 玉家也都觉得 好惊讶 睁大眼 呆了 看着他 雅巴勇士的眼里 忽然间 又蒙过了一层水光 他定定地看着玉家 嗨 叹一口气 雅巴突然开口 对不起 月牙二小妹妹 下一世 下一世 我再做你的雅巴 在这个时候 黑耳之的城外 在城墙上 有几个小小的黑点 就好像 狠钉 钉在城墙之上 动都不动 远远望过去 就好像在爬墙上的碧虎一样 来他们头顶不到半丈远 就已经是城墙的城墨口 有一个火把打斜挂着张色 味色 马赖酒的香味 伴随着特路人的歌声 正是随风飘扬 今晚 是狂欢之夜 整个黑耳之 已经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就连城头 连负责守城的特路人 也都忍不住 狂歌大笑 在这里重情畅饮 当然了 这些是突炉旺庭 突炉国 又已经是一片太平了 在今天 这个这么欢乐的智日里面 大家偷懒 喝酒 这个都是无可厚非的了 但是正当几个突炉手兵 喝得很开心的时候 忽然火光一暗 咦 那些插在城墙口的火把关了 啊 真的怪了 今晚的风 好像油盐似的 这个火把 已经关了第三次了 有个突炉兵 正要走去 继续点着火把 怎样就在这个时候 变故发生